来看这道2011年的联考真题 题目问如果想要提高一个散列表的插照效率 可以采用哪些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 一个散列表的插照效率 仅取决于以下三点因素 第一点散列函数 第二点是处理冲突的方法 第三点就是装填因子α 那这三点 首先散列函数 散列函数设计好的话 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冲突的 产生冲突的概率的 就是如果散列函数设计的比较好的话 它是能够尽可能少的来避免这个冲突 当然它不能完全避免 不能完全避免冲突或者说碰撞 但是如果散列函数设计的好的话 它是尽可能少的去产生这些冲突 第二点就是处理冲突的方法 既然冲突不能够完全避免 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 当遇到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 怎样应对这个冲突 所以处理冲突的方法 也是能够决定我们最后 这个散列表的插照效率的 那最后一点装填因子 装填因子α 也就是右面说的这个表中记录数n 比上散列表的长度m 这样一个公式 那装填因子它直观的来讲 就是反映这个散列表装满的程度 它如果装的越满 自然插照效率相对也就会越低一些 如果装的不是很满 比较空的话 那插照效率 我们通过这个散列函数 能够可以说是很快的 就插照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元素 所以比较空的 也就是α比较小的时候 它的插照效率相对会高一些 那第一句话 它说增大α 也就是增大这个装填因子 这个显然就错误了 它说反了 你增大α的话 它会降低插照效率的 也就是说冲突产生的这个概率 它是与装填因子大小成正比的 装填因子越大 那产生冲突的概率就越大 自然插照效率也就会越低 那这里既然要提升插照效率 我们需要的是α小一些 因此第一句错误 应该减小装填因子 那第二句 这个刚才我们说 它显然是正确的 因为散列函数设计的好的话 它能够尽可能少的去产生这个冲突 或者说碰撞 它也就能够提升插照效率 所以第二点是正确的 那第三点 处理冲突 使我们要尽量避免产生这个聚集 或者说堆积这种现象 聚集跟堆积实际上也是等价的 也就是这个元素都紧密的 堆积在某些这个单元格附近 那它就相当于比较拥挤 就是一种聚集现象 那它实际上刚才是我们这里说的第二点 处理冲突的方法 采用一个比较合适的处理冲突的方法 就可以避免这种若干个关键字 它们有可能是同意的 也有可能是不同意的 都聚集在某一块区域 就导致这块区域的查找效率会比较低 那我们如果设计比较好的冲突处理方法 就可以避免这种堆积现象 自然也就会提高查找效率 所以第三点也是正确的 那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看 两种典型的冲突处理方法 是否会产生聚集现象 第一种就是线性探测法 线性探测法中是比较容易出现 或者说是存在聚集现象的 也就是它会让某些这个关键字 比如说第一个单元格中 地址为一的 它已经放了 它已经放入一个了 但是我们要采用线性探测法的话 那如果再来一个地址为一的 我们就需要把它往后错 本来要放入一的 但是一种已经有东西了 就要把它放入二 然后再来就要放入 如果一和二再来就要放入三 所以它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聚集现象 而我们说这个拉链法 或者叫链地址法 它就不存在聚集现象 因为它是把 它是把这个不同的地址 都链接到相应的地址之后 比如说地址为一的 它就把这个元素链接到一地址后面 那再来其他的 也就依次链接下去 那他们永远都是在这个地址一的 这个产生的这个链表中的 它就不会涉及到占用其他的地址 占用其他元素的这个地址 所以它就不存在这个聚集现象 那因此这条题 我们就最后选择地址向 二三是正确的 当然我们刚才说这个聚集现象 避免 为了避免这种聚集现象 我们一般会采用拉链法 这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那好这条题讲解结束 这一般会采用多少 我们我们就会拍照 我们就会拍照 我们就会拍照 有什么会采用